下午三晚半 欢迎收看大圣仙机 我是丁志芬 今天不管期货先货 通通都是大涨的 大盘部分向来看到了 今天是大涨140点 收在9175点 量也是放大到了1144亿 这个量是10月底以来 重新占回千亿大关 另外在期货市场部分 今天是大涨的 今天是大涨了181点 收在的是9211点 跟现货市场相比 出现了正价差 好 这个选后利空出境了吗 行情回来了吗 投资人应该怎么来操作 节目上问你请到专家 这位是永成国际投资的 资讯分析师韦国庆 国庆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国庆哥 这个选后盘班了两天 今天是重新大涨了 接下来是不是大家可以 可以值得期待了 基本上今天这个盘 因为又重新占回半年线之上 所以对于多头来讲的话 当然从结果上讲的话 因为今天占回半年线之上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等于说已经把这个 所有在半年线以下之前的 这个来回正当的这个区间 就占上去了 那这个对多头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不错的一种走势 但是问题就来了 问题是各位 昨天 我现在今天早上 其实到昨天下午你就知道 对不对 昨天外资是大翻空 昨天不单在这个现货市场 卖超了七八十亿 而且在期货市场 把之前的多单全部都出掉 还反手去做空 还留空单 那各位那我请问你 当你昨天下午 或是今天早上 你看到昨天外资 全部开始翻空大 开始翻空大操作的时候 那你认为今天这盘会怎么走 是各位就是因为对不对 昨天外资竟然翻空 去做空 而且做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呢 今天在开盘的这一段时间 我相信很多的人在这里 你去放空 我跟各位讲 这就是这样问题所在 那各位今天 各位今天有三种人 有三种人 你一定要好好的看 我先跟你讲些什么东西 第一种 你今天去放空 而且还一路往上空上去的 到现在你还在凹空单的 今天这种人 实际上大有人在 第二种 今天开盘以后 你有去放空 但是呢 当行情拉上去以后 一看不对对不对 你把空单停损掉 这还不错 但是你不敢反手做多的 今天这种投资人 也非常的多 为什么 哇放空对不对 被搁上去了 空单出掉以后 怎么还敢反手做多 你想说反手做多到时候 做多又跌下去的话 那不是假的 所以今天很多人 对不对 空单你把它出掉 但是你不敢反手做多 好可行 还有第三种人 更可惜哪一种人 今天你有去做多 但是你没有想到 今天会涨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多单做下去 哇十点要十点 赶快跑 跑掉以后 继续往上涨 你也不敢再去做 各位今天这三种投资人 都超可惜的 但是问题是 他说 喂老师 那今天这盘对不对 奇怪 昨天外资翻空这样子做 那为什么今天这个盘 哇长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其实啊 道理很简单 各位 整个的答案对不对 还是在什么地方 各位 在维国圈大户多空 列导指标 搞不定 我们先看右边那一个下面 那各位你自己看 看到吗 各位 这个盘 对 昨天 昨天 一整天的时间 维国圈这个独一无二的 大户多空列导指标 对不对 说测出来的对啊 昨天真的是一路做空了 所以为什么昨天盘中对不对 外资拼命的做空 原因在这个地方 可是各位重点是你看到没有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今天开了盘 在那短暂的一二十分钟之内 对 其实啊 看到出来没有 整个的多空力道还是偏小空 并没有去 并没有翻多的迹象 但重点是重点是 从九点钟之后没有多久 看到没有 整个多空的力道完全反过来变成在做多 而且各位 从开始做多开始 那个力道马上就穿过那个白色那个虚线 那代表什么意思 对啊 代表说各位 今天这个盘对不对 除了开盘那一小段时间 是个盘整盘 因为今天开盘 虽然说是力道是看的是空 但是空的力道非常非常的小嘛 没有没有穿过那个白色那个虚线嘛 但是从后来开始 多头力道出来之后对 直接就穿过那个白色的虚线 所以各位今天 砰就一整段 就这样冲出去啊 那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为什么今天这盘会长成这样子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好了 那各位 你看到今天这个大户多空的力道 要测出来的这种状况了 所以各位我就讲了 所以刚才一开始我讲的 今天有三种人非常的可惜 第一个 今天你去放空 还在凹空单的 第二对不对 今天呢 你做空 看不对 你把空单赔了之后 但你不敢反手去做多了 第三个 今天你有做多 转个20点 跑掉那一种 好各位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 这三种人当中的一种呢 各位 如果说今天盘中 对不对 你已经看到 韦国倩这个大户多数要指标的话 我请问你 那你为什么敢 还在去凹空单呢 为什么你空单出来以后 你不敢去反手做多呢 或是你做多 对不对 为什么转个20点 马上跑掉呢 结果今天对不对 整个的盘是 几乎说从9点钟之后 倒数完 各位看到没有 大户诸多的力道 是远远的 穿过那个白色那个虚线 今天为什么力道 这么强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你看 就是因为 对不对 因为这个盘是走成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我们先不说别的 我们回头看一样东西 就是韦国倩的 有没有 起涡操作 最好的一个 SOP标准操作程序 你看 今天就来了 各位 今天这盘 对不对 好多人还在 好多人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回忆说 昨天外资大做空 对不对 但是我请问你 问题是 韦国倩这个 独一无二的大户指标 今天测出来什么东西 今天对不对 大户其实是在做多 就能开盘 一小段时间做空 那力道很弱 但是做多 对不对 力道非常的强 所以问题就来了 你看见没有 今天大户在做多 而且那个做多的力道 是马上 有没有 就穿过那个白色的曲线 所以今天盘 对不对 不会是个曲间震荡盘 今天因为 一开始看 哇 这个盘 做多 而且力道很强 今天会是个趋势盘 那我再问你 各位 什么叫趋势盘 以台湾的 以台湾的期货来讲 趋势盘 就代表说 一天 对不对 那个高低点 起码就是100点以上 那叫做趋势盘 这个道理你懂 对不对 什么叫曲间盘 一天大概高低点 四五十点 那叫曲间盘 但是问题是 对不对 刚才各位 你看了好几次 那你看吗 我们再回去讲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是今天 刚刚看了 维国倩大胜先机的话 对不对 你看懂了吗 为什么昨天杀成那个样子 昨天开盘以后 倒杀一块140点下去呢 可是为什么今天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马上一翻多 直接就穿过那个白色的虚线 所以今天这个做多的趋势盘 昨天是个做空的趋势盘 就这么简单 那各位 如果说今天一整天的时间 你还沉迷在说 昨天外资 对不对 大做空的那情况的话 完了 你今天全部该做多都没赚到 那第一个 所以我跟你讲 今天我说过 三种人超可惜 但是问题这个重点是 还不止如此 还不止如此 今天对不对 开盘以后 你说老师 可是问题是今天开这种盘 一开盘也没涨上去 而且开这种盘 对不对 开成这个样子 这样怎么知道要去做多呢 怎么要去做 这个盘对啊 开盘真的暖暖的 那边晃来晃去 怎么看都觉得 好像涨不上去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各位 问题我请问你 在一开盘的时候 你晓不晓得这盘 该直接做多 该直接做多 你说老师 你不要收到盘 在那边放猴炮 开盘直接做多 怎么看都不像 要做多的样子 对不对 好各位 为什么今天开盘 各位 你为什么可以知道 开盘以后的话 这个盘已经直接要做多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在这里 在这个各位 SOP里面的第四个 你自己看 我把先敲完 各位 在于强势预判 强势预判 各位 那你说为什么 今天的最低点 会在9035 各位 我问这个问题 我可以说 除了为国庆 并国庆会员之外 没有人回答得出来 为什么9035 谁知道为什么9035 好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我就问你 那昨天大圣先进 你有没有看 有看最好 好 那各位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大概就想说 为什么今天最低点 会9035 各位 昨天节目 要是你有看的话 我问你 昨天那个盘 对不对 不是一路往下杀吗 然后到昨天收盘的时候 上面是有两个小压力 我最近五中六节目 我也跟你讲了 问题各位 那两个压力在什么地方 一个叫9037 一个叫9044 看到了吧 那各位 我请问你 问题是 今天在开第一盘的时候 指数对不对 直接跳过了9037 9044 也就是说 直接把昨天收盘前 对不对 最短的两个压力 直接就跳空就过去了 而且不止如此 不单低音就跳过去了 对不对 你看后面有没有 当时来回震荡的时候 看到没有 所有的低点 打到什么地方 各位 我问你嘛 有个道理你一定懂啊 过去你学去除分析 这样都会跟你讲 一般来讲 对不对 压力突破压力变什么 变支撑 对 这个道理 各位 这个你会讲 压力突破变支撑 支撑跌破变压力 对不对 这个道理你会讲 可是问题就来了 问题是 你虽然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 你并不知道每一天 那个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所以对 当今天这个盘 跳空过了以后 你不知道今天开盘 跳空上去 代表什么意义 所以各位看懂了吗 既然今天开盘 对不对 直接跳过9037 跟9044 那各位那不消失 对不对 那往下面看的话 那9044跟9037 就是等于低档 两个新的支撑了嘛 那今天最低点多少 9035 9035 而且我跟你讲 不要说9035 因为9035 只点到 你说你要点到 9035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今天对不对 最起码 当他指数跳上去以后 对不对 你反过来看 这两个应该是变支撑 所以最起码你在9044 9037 你在那边 你去开始反手 去做多单的话 我跟各位讲 你今天 已经是全台湾 起货市场上 对不对 做多单 做得最漂亮的人 都在这个地方 而且各位 这个9044 9037 昨天对不对 昨天凡是有打电话进来 问关键点位的投资人 都知道说 那两个点位在那个地方 一开盘 东跳过去 那各位 你昨天为什么不打电话 进来问关键点位呢 你知道在9044 9037吗 而且各位 还不止如此 除了对不对 今天对不对 一开盘 我只好说 已经过了那个压力区之外 所以各位 你看 我跟你看这个科学 你看点 你真的会吐血 我跟你讲 今天在8点47分的时候 8点47分 其后再开盘两分钟 我已经跟会员发什么勾讯 今天起后的下档支撑 第一个在哪里 9040 今天最低都不会跌破9020 这是今天的支撑 要做多的 要做多的 各位看到没有 9040 那问题是 为什么今天起后开盘两分钟 我就可以跟会员听说 开始在9040可以做多 为什么9040 就是因为对不对 就是因为那个东西 昨天一看 今天开盘一看 对没有 9044已经过去了 那往下的话 对不对 抓个整数不就9040吗 反正9037也好 对 9040刚好卡在90 这两个的中间 所以各位 那90比较说 9040一定可以给你去做多就对 各位看到了吗 9040各位 就开盘两分钟的时候 已经知道说 那这地方就要开始做多了 各位 但是我请问你 今天在8点47的时候 你自己也好 你跟的那些人也好 你的那个什么 胆光软体也好 能够告诉你说 今天这个地方要开始做多吗 各位 我说各位 做期货不难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 这么好的指标而已 我如果我话说这样 我现在大家都认同 哦是啊 所以各位你看 今天对不对 两个关键 第一个 一开盘 从强势于盘一看 哇指数对不对 跳过昨天收盘前 两个关键的压力 好知道说对 那往一跳去的话 那往下看便支撑 不但如此 我们倒不来一起看 而且对 再上大户指标 哦原来 这之后对不对 马上9点之后 蹦一下 大户一扯 用那个力道 做多的 马上就穿出去了 所以各位你看到没有 一方面对不对 9044 9037 已经是下面的支撑了 在大户开始做多了 滚到群里 那谈部长 部长才怪 对 今天要抓低点 可以这么样的简单 你透过一个围有器 对不对 这个独一无二的大户指标 独一无二的强势预判 两个家人一看 哇那个地方该做多 各位我再问你一次 今天在8点47分的时候 你自己也好 你跟着那些人也好 你能有什么胆光人体也好 可以告诉你这边该做多吗 98 各位啊 9040 9040 唉 我说这我算是 各位对 所以我再讲一次吗 如果今天开盘以后 你还一路去放空的 你放空以后对不对 停损掉 你不敢做多的 有去做多一下就跑掉的 你看你跟人家多可惜 多可惜 所以各位啊 各位啊 对不对 我就再讲各位 我也再讲各位 做起各位 盘是 我们各位说 我们不要说做起 或那讲好像 很熟的那种讲法 各位我们说说 我们就说大盘的坡动就好 各位大盘每一天的坡动 它涨也好 它底也好 一直跟各位讲 是有规律存在的 各位你不要以为 指数每天 那个高低点 是随便 是随意出来的 不是啊 各位 每一天盘的高低点 各位啊 从结构上看 是有它 对不对 各位啊 今天我一直讲 各位 其实有个道理应该你懂吗 任何一个盘 任何一个股市 都是有特定的手在 在控制那个市场 不是吗 那人家为什么会在 今天最低点 会坐在9035那个地方 你以为那是随便做出来的 而且各位不要说今天嘛 那我们回头拉长一点 对不对 你除了今天 那我们讲 我们讲昨天前天也是一样 昨天为什么开盘会跳功下去 因为礼拜一对不对 礼拜一的尾盘 指数一杀对不对 已经把关键的支撑都杀破掉了 所以礼拜一的尾盘 你看哇都是压力 所以昨天一开盘跳功 咚就下去了 看到没各位 什么地方是做空的开始 什么地方是做多的开始 有人跟我讲 透过微游前 这个独一外的强势益盘 对不对 我说各位 你早都知道 你早都知道 甚至今天呢 对不对 一直拉咚咚咚 今天这样子涨盘中 也经过震荡 也经过震荡 而且涨了快一百多 对不对 尤其在差不多9180 917几个地方 一直来回震 可是问题很各位 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很多人 你根本多端真的跑掉光 你绝对不敢留 对不对 想说哎呦 涨这么多 哇这边真的在争取 要不然又跌下去 结果各位 为什么不跌下去 因为对不对 都还在支撑之上 所以尾盘 还给你再拉上去 过了9200 各位我在讲这个 每一天对不对 当你在操作起过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眼睛盯着看 眼睛盯着看 微游前这个独一外的强势预判 我们把那指标名称 也看到对不对 如果每一天 你能够紧紧的盯着 强势预判来看的话 我请问你 有哪一天的盘 对不对 会让你看不懂 哪一天的盘 对不对 哪里是转折点 哪里转折点 哪里该转该点 你会看不懂 再像大户指标 完全够了 所以各位 我在讲对不对 今天三种人超可惜 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今天 你是属于那种 做空留空单 做空不敢去追多 做多一下就跑掉的话 各位我希望对不对 从明天开始 未来再长长久久 你真的各位呢 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些指标 各位来帮助你自己 把盘看懂 把钱钻到口袋里面去 好 各位讲这种 还没完 还有 还有个什么 更有趣的东西就来了 好 什么东西呢 这个 各位 奇幅头对 手务皮对 跟你讲过 每天做奇幅对 开盘 从大户来看 做多做空 对不对 力道是军前盘 还是趋势盘 再来第三个 箭头跟大户 有没有同向 有没有同向 有 盘中最好的一段 各位 讲这东西就有趣了 各位你知道吗 其实强势短波 今天开盘也是翻空 对不对 来我们看这一块 各位今天看到没有 开盘以后 其实强势短波 开盘以后9062 箭头是向下 但重点是 不怕是什么 各位 但重点是 就是因为 箭头翻空 为什么开盘 在那边正来正去 你看你听得懂吗 但重点是 倒不过不用拉紧 因为我们还要对在那边看 不用不用 你拉回去 因为我还对在那边看 重点是各位 问题是之后 对不对 在9055这个地方 箭头开始翻多了 而且重点看到没有 大户就从那边开始 直接就开始做多 各位 就在同一根这个地方 大户从开盘 原来在做小空的 就从那边开 咚一下 大户开始做多 箭头翻多 各位从那边开始 你看你看没有 只说一掌超过150点以上 就这么一个箭头 搭个大户 一整天上去 各位 一掌涨得快150点以上 对不对 我们看整个画面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不论是 而且各位 当今天9062翻空的时候 我还特别跟会员讲 这个9062 保守的会员不要做 我还发个口信 提醒会员说 那个空单可以不要做 为什么不要做 刚才讲过了 第一个对不对 因为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一跳 倒不来 先看这边对不对 指数已经跳过压力区了 那还做空干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刚才讲过了 因为今天早在8点47分的时候 我就跟会员讲了 9040以下是要做多的 各位那我请问你 如果说 9040以下是要做多的话 那箭头 在9062翻空 算一算 空单也差不过 差20点而已 那这个空单还需要做吗 下面空间很有限的 懂我意思吗 我说还跟会员讲说 这笔空单可以不要做 等后面吧 倒不来请拉 有个对的大户指标 后来当905开翻桌的时候 大户一做多 以上就去150点 我跟我讲 就算了 就算了 9062 你说首要跑去放空好了 各位 对不对 赔个二十几点 三十点 对不对 后面那一百多点赚回来 补这个 绰绰有余 倒不就不要动 而且各位看到没有 今天这种状况 我就讲各位 所以你看 如果今天你是一路放空的话 你可能会看 哎呀对 昨天外资做空 哇 开盘对不对 好像站不上去 你去空它 各位 问题是 后面 你为什么还敢继续去留空单 你为什么还敢 你敢凹空单 你现在一看 哇 原来9055翻多 大户做多 哦 空单再怎么样 对不对 空单赶快出掉 我讲各位 做其货 做其货 人不是神 没有说百分之一百对的 但问题是各位 就算什么地方 对不对 过去长久以来 什么地方 你做多单 你做空单 就算当你做错的时候 各位 你必须知道 对不对 那个部位是错的 那就好了 我跟你讲 你不要说你啊 各位对不对 你说那索罗斯 世界上那些 那些操盘的 索罗斯经常也做错 但是人家 你还懂得设停损 做其货 就知道各位 做其货 对不对 赚钱跟设停损 是画等号的 你懂我意思吗 能舍能得 但是问题重点是 很多人 你做错的部位 你为什么舍不得 那个 因为你不晓得说 已经 对 整个情况已经变 变成什么 变成大户指标 看昨天 对啊 大户是一路做空 没有错 但从今天 从这边看 对不对 开始反手做多了 所以再怎么样 对不对 你有做空单的话 赶快空单出掉 反手去做多 赔赔一点点 赚赚很多 不就这样而已吗 甚至对不对 如果今天开盘 你有去做多的话 如果说 你现在就跑掉的话 超可惜对不对 你看哇 原来今天大户 一路做多 哎呦 赚二十点就跑 太可惜 今天各位 可以一百五六十点 这么多上去 所以各位 再讲一次 今天从开盘开始 对不对 此处直接跳过 昨天的压力去 代表说 有没有转 这开始翻多了 跳上去 压力变支撑 大户再做多 箭头对不对 905开始翻多 那各位 我请问你 今天整个的操作 可以这么样的简单 都在这个地方 那我再反映一个 问题是各位 那你今天 你做的怎么样 而且各位 做过了 做其他对不对 不止今天是这样 过去以来 你做的怎么样 重点是各位 如果说你今天 又在那边 又在那边 做的不好的话 那我真的给你各位 希望你从明天以后 未来再长长久久 你能够用最好的指标 最好的方法 各位帮你对不对 把钱赚回来 而且未来对不对 长长久久 把钱把财富累积起来 这是你真的需要的东西 好 今天先货货 期货都大涨 不像国庆哥刚才讲的 很多投资人没有跟到怎么办 没有关系 明天台股站要开盘 明天的关键点位在哪里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阿公阿妈准备好了吗 我会鼓励耶 预备 我会鼓励都没认真吃哦 阿公偷懒有痛才吃 做得自己当一生啦 说停就停哦 要脚弱怎么停你 对啊 要跟谁告诉我对不起啦 教你乖乖吃微鼓励 听金孙女 我们每天都很小天 都哪用微鼓励才关心嘛 坚持微鼓励 关心要继续 带您深入探索 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新闻 你知道吗 室内空气比室外脏 菲利普创新 维护盾智慧进化系统 最小绿除0.02微米细悬浮粒子 四重高效进化绿网 过敏源 细菌 病毒 机甲权 绿除最高达99.9% 好空气 看得见 菲利普顶级进化空气清净机 创新为你 菲利普 从800万件馆藏 精选百件文物 让时光倒转200万年 从野蛮到文明 看尽世界的缩影 从探索到创新 人类时光谱的轨迹 另眼看世界 大英博物馆白品特展 预售优惠中 2014新北市欢乐耶诞城 嗨 大家好 我是颜杰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贝勒冰当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颜杨文 大家好 我是姐姐 谢谢 NP魔幻力量 韦里安 徐佳寅等艺人 12月6号 7号 221 我在新北市欢乐耶诞城 与你不见不散 欢迎回到大善先机 台北股市今天在国际盘在整个政策因素之下 期货现货通通都是大涨的 不过投资很关心了 接下来明天的关键点位在哪里 赶快把时间交给国庆阁 好 那各位 今天大涨之后 那明天开盘以后该怎么看 其实很简单 既然今天 对不对 指数大涨上去以后的话 到收盘为止 看到没有 那各位 透过强势力量 已经计算出来 这个新的支撑 已经来到这两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 从明天开盘以后 只要指数不再跌破这两个位置的话 那基本上贵 那确实就往上走 而且各位 重点 我再讲 各位 其实每一天这个关键的点位 不会固定在这个地方 这是以今天的收盘看明天 但是明天开盘以后 随着指数的变动 那各位 对不对 这些关键点位的话 就会开始变动 所以就是说 除了你要预知 这个明天的这个位置之外 重点是对 每一天盘中 你要即时地看着 这些位置的变动 你才更能够抓住 有没有 每一个关键转折的变化 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今天还是要 要赶快要知道 明天这个关键点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各位 那今天这盘 终于开始突破半年线 这样上去了 那其实很多的股票 今天股票大概快 一百只涨停办 那各位 那TPK成宏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讲了快两个礼拜了 各位 其实说真的 其实TPK成宏今天涨停板 我想很多会 到过来放大到这一块来 会出很多人意料之外 为什么 因为其实TPK最近 没有什么利多 而且前日的利空还蛮多的 对不对 什么触控面板 利空一大堆 可是各位 今天对不对 上去两百一十块 已经闯破单新高 涨停板 那各位 从上个月 十一月四号那天 一百八十 出现新的买讯之后 我就跟你讲过 说各位对不对 为什么成宏有机会要上去 而且我带着股票会员再买 就是因为从今年第四季以后 到明年 整个的穿戴装置 看起来是不错的 加上它这十二寸的平板电脑 有新客户 跟新的机种要出来 所以预估还是不错 另外就是明年 重点就是 因为明年的Apple Watch 不是要开始要出货了吗 那外资大概估它 有在两千三百万台左右 那这个地方 透过这个 因为Apple Watch的话 基本上外资认为说 台湾有三家公司的供应链 会值得这个推荐 尤其对TPK 列明这个第一个 这是未来的 来讲的话 对TPK来讲 是很有利的地方在这里 好 所以今天终于创过破断新高 恭喜韦国青的股票会员 好 另外 那郁金光呢 不好意思 郁金光今天虽然说 没有创新高 但是各位 这一波对不对 昨天 昨天已经突破了前高了 那因为 但是因为昨天 毕竟过前高 所以很多 短线上涨多了 难免震荡 那昨天也爆一根量 但是今天呢 虽然说这个 没有再创新 可是基本上量说 算是整理来讲 算是还蛮稳的 所以这个郁金光来讲 因为虽然在iPhone6 这个明年一样看好来讲 所以银金光的这个机会 应该还蛮大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另外就是说 各位 我之前我已经讲说 最近呢 这个生计股来讲的话 确实是有机会 所以呢 这个 像合一这些也是一样 就是其实已经从 礼拜一那一天 就在已经出现 破断买讯 到今天已经几乎 已经快三更涨停满了 所以来讲的话 生计股来这个地方 是有机会的 好 所以各位 那就说 因为这个地方再讲一次 因为这个地方 假如你要做股票的话 我还是强调一次 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的机会数比较好 生计股 电子股的中小型股 会比较有表现 好 所以各位 除了这些股票之外的话 另外就是不要忘记 如果想明天 对不对 想要知道明天 大盘的关键点位的话 赶快接近一通电话进来 抓住明天的关键点位 好 请用航情真正 其中了 就像国庆哥讲的 很多个股都已经提前来表达 而且见读工商的涨停 更多的行情分析 年同一时间 请锁定我们节目了 也感谢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会 by bwd6